还记得昨天整骨小哥哥的假豆腐冰山泥吗 现在完美变身了一份真正的豆腐冰山泥了 圆鼓鼓的像一个气球 对付它最解压的办法 当然是捏爆它 不过我要先写上小可爱们最讨厌的作业 这样玩起来才够爽嘛 撒上一些不丁不丁的酿片 是不是颜值更高了 先让你们感受一波它的酥脆 这质感像松软的面包 真的有点不忍心把它捏爆 卖成是非常薄的冰山皮 轻轻一压就破了 里面的豆腐炸立马爆浆而出 真的是太舒服了 玩豆腐冰山免不了会弄得满手都是 咱也不能浪费啊 直接加一些成型水 当它变成一份馒头泥 又柔软又脆弹 这份泥风干之后呢 还能变成一份脆皮冰山 今天的问题是 为什么豆腐扎冰山中会有 心心点点的金箔 那我们下期见